把他给我摁住了 主要是今天 裴老爷子和裴天华他们俩都不在 这些警卫才不好处理这个事情 不然还能容忍这个女人 在这里撒泼闹腾吗 你们干什么 你们这样我就要报警了 你们还有没有法律意识啊 不知道这样是犯法的 法律意识 那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这是打算擅闯民宅 我带着小乐 小乐当然是没事了 不过你可就不好说了 你一和裴家人没有关系 二来既是小乐还没有成年 没有辨别能力 就在我家门口大喊大闹 你觉得别人会怎么认为呢 是力量叫你来的吧 你说如果真出了事情 力量还会不会管你的死活呢 小姐这人要丢出去吗 丢出去那倒不用 带他进来 他一边走 一边看了一眼旁边的小乐 你也进来 李妈 你带几个人去搜搜她身上 应该有录音笔之类的东西 我身上没有东西 你们这样是 话还没说完 就被李妈带着自己几个小姐妹 将人给拖走了 力竟靠在沙发上 转眼看向旁边小乐 你爸爸呢 说是出去旅游了 家里用人呢 王妈不在吗 爸爸给放假了 说是节省开支 你知道这里是谁的家吗 知道 这是姐姐的家 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你爸爸亲自把他命根子 送到我手上来了 这可真是让我意想不到啊 话音刚落 李妈就带着那个保姆 重新出来了 还将手上一把东西 砸在了茶几上 小姐你看看 果然多 还有摄像头呢 处理了 你查也查了 反正我不能离开这里 我得留下来照顾少爷 不然立总说了 你要是把我赶走 他就去曝光你 你如果把我赶出去 我就去外面 跟那些记者作证 你在家里对我们少爷不好 你牵怒孩子 你把我赶出去 可不就是你心虚吗 你想磕待我们小乐少爷 看来你是光棍一条 魂不怕了 那可不是 我无儿无女 无父母 没亲友 我可不怕 你也别指望我害怕 那些什么网络暴力 我这人脸皮厚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我也不去看网上那些东西 厉锦这边 已经拜托双尔 查出了他的身份信息 确实是一个 出了名的老婆皮 名字叫做牛红鹰 父母早亡 从小就在舅妈手底下过活 讨生活 炼就了一身的死皮 换言之 不要脸 还问真是超红鹰 本人 这